这个体型销售的男子就是主犯胡晓峰 在胡晓峰的住所 警方搜到了大量的复方磷酸可带因口服溶液 这是一种处方药 可以震壳 震痛和震静 但是这种药里含有的可带因 是一种马肺类的药物 长期大剂量食用会产生快感和幻觉 并易使人上瘾 在药店里这种药的售价 在每100毫升35元左右 而胡晓峰等人却利用它谋取暴力 一瓶卖到上百元甚至更多 事实上大量吸食复方磷酸可带因口服溶液 会让人产生生理和心理上的依赖 并严重损害身体健康 会产生就是抗兴奋 疲劳 也有犯觉和多了 并且这个人其实多了这个人 对骨骼又是影响的 那么胡晓峰是如何获取到这些药品的呢 警方顺藤摸瓜 找到了胡晓峰的上线 居住在湾里区的刘明 2019年10月 警方了解到刘明购买了一大批货 可能会亲自去取货 所以当时我们运气蛮好 我们最终到他车的时候 正好就看到他接到了 他的马仔接到了刘明 然后正好就开始开箱验货 我们随机抓 刘明交代 他和上线都是通过QQ 微信等方式联系的 并且为了躲避警方 他们还会频繁地更换号码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对方是谁 他的上线是谁 虽然是假电话 但是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这样的共识 每天要给你打几个电话 要接 如果一旦没接的话 我就知道我的下线出事了 然后他的上线就一定会开始 跑路也好 最近不参与毒品犯罪也好 因此对于警方来说 刘明被捕之后的这一小段时间 是警方打击其上线的唯一机会 特别犯罪的嫌疑 都是非常的警觉的 不过你就及时的去查 下次再找他 就基本上找不到了 这种机会也是稍纵去试的